嘉哲是高雄 對 你為什麼去 你是怎麼樣認識你的太太的 我是有一天下班 然後想說跟朋友去參酒館 對 然後坐下來之後 我就旅觀看到我旁邊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對 那我一直在偷看他 對 那他可能發現我一直在看他 所以他就很主動跟我講說帥哥 我就在你旁邊 就是他可能 他這個意思可能是 就你如果想要認識他的話 那就直接跟他搭話 對 然後後來我跟他就是鼓起勇氣 然後跟他聊天 然後聽他的口音就是越南人 對 然後才發現他就在那一間參酒館上班 對對對 所以後來我就是跟他 就是就是經過一段時間聊天之後 我留下他的聯絡方式 對 然後就把他就是私底下 再把他約出來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經過 所以等同他主動 對 他我覺得越南的女生都蠻有勇氣 然後蠻就是 大方 對 很大方 然後很敢這樣子 對 所以他其實對 就是因為他中文很好 我們兩個溝通是沒有問題 是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像Nick只靠肢體語言 對 我們是先透過語言 這個厲害 才有肢體 你先有語言才有肢體 他是只靠肢體語言 我從一個人家傳給我的短片 對 這個在公車上 然後在捷運還是公車 然後有個女生穿的比較 他也長得蠻漂亮的 可能有穿比較短的裙子 然後這個後來他那個女生就用手機 然後秀說 這位大叔你看我很久了 再不來搶 再不來要電話 我就要下車 真的假的 怎麼那麼可怕 你知道跑馬 勁力很大 我是說女生現在很多很主動 是的 找幸福嘛 你就是要 對不對 就主動找幸福 嘉哲 你可以來介紹一下 太太的來臺灣的過程嗎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有跟我坦承 他是逃役外勞 對 所以我 逃役外勞是要抓回去的 遣送回去的 對 但是他就是在逃的這個過程 他已經在臺灣已經一年多了 那這一年多他就是在 就是逃的這個過程 那我後來得知是 他當初是用這個居服員的身分 過來臺灣 居家服務 對 居家服務員 對 那一到臺灣之後 就馬上就逃走了 對 那因為 遞到臺灣就逃走了 那去哪裡啊 誰收容他 因為他們在臉書社團 其實有很多這個互助的 或是接應者 對 所以他其實馬上來臺灣 是有地方住 有人去收容他 照顧照顧他 對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是先待在 那他來臺灣幹嘛 他不是要當居家服務員嗎 才可以賺錢嗎 他可能覺得錢不夠多 對啊 所以他可能想要去外面找其他工作 對 對 只是說我那時候遇到他 他就在餐酒館 對 然後那間餐酒館 就是越南老闆 對 他就是越南人開的 所以他可能才有這個機會 到臺北 在高雄 高雄的餐酒館 對 所以我聽到他是逃以外 我其實我有嚇到 我其實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跟他 就是進一步的發展 對 所以是後來 就是我就是私下 然後約他出來 然後我們都在車子裡面 因為他其實很害怕警察 因為他以前在臺灣 已經有被抓過一次 對 然後有被關一個月 然後出來 然後再繼續 因為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放出來之後 然後你每個禮拜 都要回去報到 就是你要去報備說 你 你知道我行蹤 我沒有逃 對 然後通常出來的都沒有回去 對 所以他就繼續逃 然後直到遇到 他就繼續逃 對 然後遇到我 所以他 因為他 所以他都要躲躲 躲躲藏藏這樣嗎 對 但是 可是他也在工作 也在餐酒館工作 對 可能就是 可能是越南人開的 所以他可能比較放心 不會去舉報 對 不會被舉報 對 所以我們前期在約會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車子裡面 好棒喔 我們沒辦法出去 就是羨慕人家 好無親喔 有人來了 趕快整趟 沒有 沒有 就放在這裡 對 又省錢 對 對 你有危機意識馬上就 你太緊張了 對 所以 就在這車子裡面都在幹嘛 聊天啊 然後他每一次見面 都會準備他為我 就是準備的這個煮飯給我吃的意思 對 他在別的地方已經煮好了 準備給你吃 對 他在他家 他住的那個公寓裡面 因為他很會下廚嘛 對 所以他每一次見面 就會準備吃的給我 難怪我找沒對手 你都沒在煮旁邊吃的啦 比較白也飯糰 我現在突破盲場啦 你能煮什麼 你要想起 原來是這樣 你看人家都很用心 我覺得很吸引我的點 就是女生會下廚這件事情 是我最在意的點 對 因為我覺得一個家 然後老公在外面 就是打拼 工作累了 回到家 然後煮一盤 就是煮一桌菜 然後吃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很幸福的點 聰明 征服你的胃 對 要煮什麼 他什麼都會煮啊 就是煮他們越南的春捲 對 然後有時候是河粉 就是算是他們的這個招牌招牌菜 對 對 對 然後我覺得也很可以 很臺式 臺式的 對 麻油雞會不會嗎 會會 三杯雞那個都會 你說什麼都放下去了 連這個下去了 連這個下去了 你要用手機就好了 三杯雞 喔 不錯 他還煮什麼給你吃 像我爸很喜歡吃蛋 所以他其實都會記得 我們喜歡吃什麼 對 對 就一般的 用心 對 一般的家常菜 對 但是他都會記得 對 所以其實我家人就是很愛他 很愛他 對 對 就是很能接納他 是是 對 那你 你幾歲 我今年三十 三十 對 你年輕啊 我認識我老婆的時候 他大概十九歲 那你今年三十 你認識你老婆的時候 大概十九歲 這樣還是我分不出來他幾歲 他現在是今年二十三 二十三歲 對 然後他十九歲的時候 我認識他的 所以我那時候二十六 所以你認識他四年了 對 我們現在有兩個小孩了 今年二十 漂亮 我們嫂子化很快 所以你們很快就結婚了 其實我們認識半年之後 我們就先有小孩了 然後我們還沒結婚 所以在車上有的 車上有的 這要算出來的 這個旅行孤單的 特定的 其實這樣也省錢 沒有 我是問他說 晚上要不要去其他地方過夜這樣子 然後這樣 因為他有時候準備很多吃的 在車上吃也不方便 對 所以我們都會在外面過夜 對 然後在那個時候 就是才確認 就是真的正式交往 就是在外面過夜 才決定正式交往 對 先過夜再正式交往 就是 因為前面已經認識 有聊過了啦 有聊過 這樣才有動作 對 那他半年之後他懷孕了嘛 那因為我一直很害怕就是說 因為他如果被遣返回去 我怕 我們就沒有結果 他是逃意外勞 對 所以我那時候有刻意抓時間 就是說他到他要快要生的時候 我有帶他去移民署自首 對 那你去自首 通常就是先罰錢 先罰個八千塊 然後他不會讓你馬上回去 對 就是我覺得移民署的人也蠻好的 就是他會等你生完 然後坐完月子 然後休息 等到你身體OK 他會安排時間 然後跟你就是接洽 然後就是會讓你回去 回去這樣子 對 所以他那時候跟我的小孩一起回去 我們大概有八個月的時間 都是遠距離 那因為 連小孩都帶回去 對 因為我很怕嘛 我很怕說他回去之後 可能就跟我就 就斷掉了 對 就拜拜了 所以我每個月都去越南 因為我想要維繫這個感情 有必要 有必要 對 當然要 然後這八個月 所以我們就是在做這個 半結婚的這個程序 對 那我有請代辦 花了臺幣七萬塊 去請代辦 然後幫我們把這些流程程序都 因為還要面談 對 因為現在假結婚的也很多 對 所以你如果不是真的的話 因為通常有小孩的話 會比較快 比較容易就是審核通過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七八個月 就整個下來之後 我們都順利的完成 他也拿到居留證 然後在臺灣生活 你總共這樣花多少錢 我總共如果結婚加這個代辦的話 大概三十萬 對 那三十萬他是包含代辦 然後還有辦結婚 然後拍婚紗 還有買黃金 對 那我就是 我覺得不多 所以我是想跟Nick說 你不用花到七十萬 你只要去參酒館 怎麼啦 這是什麼 我們就看到了 對啊 因為我就是 我就比較怕生啊 我很難這樣熱絡起來 所以我覺得一樣的方式 可能我也不適合 他也沒有熱絡 他就一直看 看到他說 你還不來跟我要電話 但是我連一直看都不敢 我至少還敢看 對啊 對 對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